我們來證明一個正三角形的面積的公尺 假設現在有個正三角形邊長是A的話 那麼它的面積是4分之更號3A平衡 這怎麼證 因為這個正三角形它是線對稱圖形 左右對稱 所以它這個高的話也是這個對稱軸 這個也是對稱軸 好 那這個既然是對稱軸的話 它左右對稱 所以這個的話是等於多少呢 就是等於2分之A 因為整個是A 所以這個垂直平溫線 這垂直平溫線的話 平溫這個底 所以這是2分之A 那高我就可以算出來了 高的話 根據那個B字定 這個H平方是等於多少呢 A平方減掉2分之A的平方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 A平方可以抽出來 乘以1減4分之1 就4分之3 所以這個高 這個是等於2分之更號3A 這個的話 最好我把它記起來 就正三角形 高是2分之更號3A 那這個面積 面積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底 底是A嘛 乘高除2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2分之A 乘以2分之更號3A 就等於4分之更號3A 就等於4分之更號3A 平方了